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分享香辣可口的拱辣皮子拌面 欢迎点赞评论加分享 准备笼椒200克,也就是菜辣椒 150克的线椒增香 喜欢吃辣的加几根印度椒 加入热水,浸泡半小时 盖上盖子,能让辣椒泡得更透 半小时以后,辣椒洗净,控干水分 线椒去掉辣椒吧 放入菜板 用菜刀剁五六,二百八十刀 辣椒尽量的把它剁碎 辣椒剁好 装盘备用 另外一边,准备其他配菜 配菜呢,也特别简单 起锅两勺油 油温烧至五成热,倒出热油 再次加入两勺凉油 热锅凉油,防止肉粘锅 油温五成热,加入羊肉丁 连续翻炒炒干血色 最好的效果能爆炒出火焰 当然也要保证不要烧坏摄像头 羊肉炒至七分熟,加入葱末姜末 继继继继续翻炒爆香 加入一勺花椒粉 一勺姜粉 翻炒均匀,加入之前剁好的辣椒 继继续翻炒爆香 加入两勺肉汤,口感更佳 炒香以后加入半袋番茄酱 肉汤炒干,加入清水枪锅 咸盐调味儿 加入虾子丁 连续翻炒,炒至虾子断身 加入切碎的小白菜 翻炒五秒钟 加入蒜末 再来一点食醋呛锅 继续翻炒五秒,关火出锅 装入盘中 滚辣皮子制作完成 另外一边开始拉面 今天再给大家演示另外一种拉面手法 这种拉面手法在餐厅比较常见 面在锅中煮两分钟,煮熟捞出 今天的面就不过凉水了 吃一个燃卧子 新疆拱辣椒拌面制作完成